大家好 我是看剧不换台的牛小顿 你问我为什么不换台 因为怎么换都回三观啊 现在的偶像剧 推进剧情全靠车祸人亡 在面对急速驶来的车时 演员们只会吓得瞪你眼张嘴 做慢镜头镜头装 誓死等待救他 就是不逃 接着救星出现 做慢镜头镜压状 舍身就义 小心 被撞的那位 必然天神下凡 他自带体操冠军技能 可在高空座完美抛现状 也可在地面 做360度无死角的翻轮状 虽然小顿不知道 编剧为何如此热衷于这种 让心理老师自杀 物理老师发飙 体操老师抓狂的动作 或许 这就是小顿 无法当编剧的原因吧 事故后 人们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从来不认识120 因为主角是永远不会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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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洋 宇洋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受伤 你不要管我 可别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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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光环可不一般 除了被车撞飞之外 各位主角们还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道解的 有撞车的 有滚楼梯的 有直播跳崖的 还有反身翻腾高抬跳海的 诗意和诗明是一对编剧 尤其亲爱的好兄弟 诗意的一般会先来一句 我是谁 我是谁 然后再来一句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诗明的第一句话 肯定是 为什么不开灯 但主角光环 其实玩笑 诗意与诗明 不过是虾兵血将 很快就被主角光环打败 小顿突然觉得 主角光环还是挺好用的嘛 你们要和小顿一起团购不